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上节课的最后给大家留了一个小小的思考题 这个思考题是这样的 首先我把E复制给边量B 然后我的问题是对于B加等于B大于等于E 这样的一段代码运行了之后B的结果是多少 那么我当时说了B的结果是多少 这个非常简单 我们直接printB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答案 好,让我们看一下 B的结果将是2 那么正如我上节课所说 B等于2 这个我们print一下就可以知道结果 但是问题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为什么 大家不要小看这样的一段代码 这样的一段代码其实已经用到了很多我们之前所学习到的一个知识点 好,大家不要小看这段代码 这段代码不难 但是它综合了我们之前所学习到的若干个知识点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B大于等于E 它的一个运算的结果 B大于等于E 根据我们之前所学习的这个关系运算符 我们直接看一下B大于等于E的结果 很显然 B,由于B是等于E的 所以说B大于等于E 它的结果是ture 好,那么现在我们上面的这样一段代码就可以转化成这样的一段代码 好,那么又可以根据我们所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复制运算符的规则 我们可以把这段代码简单的转化成B等于B加去 好,好,那么转化成这段代码之后 我们现在就豁然开朗了 那么现在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B的取值 那在目前来说的话 它是一个整齐对不对 因为我们最开始的时候 把1的复制给了这样的一个变量比 好,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一个数字可以和一个布尔类型相加吗 毫无疑问是可以的 大家记不记得我在之前讲基本数据类型的时候 我们学习到了这样的一个布尔类型 它本身就是我们number这个数字类型上面的一种 而且我记得很清楚 我当时给大家是做了这样的一个代码演示的 我们尝试着把ture转换到我们的整形下面 它的结果应该是1 现在其实这个问题就变成了B,B加1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结果运算出来 当然是等于2 好,从上面的这段示例代码 我们可以看出 单独的讲某一个知识点的时候 非常的容易理解 但是编程它们有时候难就难在 我们需要把很多个我们所学习到的知识点 组合在一起来解决一个问题 那么当这些小的知识点组合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让这个代码看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理解 但是这个并不是什么问题 只要你的基础语法的功底足够的扎实 总能像我这样的一步一步的把这个结果给推导出来 好,那么这个问题给大家讲解完毕了之后 我们再深入的来学习一下关系运算符 好,我们打开一个新代点而已 之前我们在讲关系运算符的时候 我们都是拿这样的一个数字 再做这样的一个比较 那么数字它做比较大家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因为数字有大小 这个是来源于我们生活中数学里面的一个基本的常识 但是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在这个Python里面 我们只能用数字来做这样的一个大小的比较呢 或者我们换一句话说 是不是只有数字可以在Python里面做这样的一个关系运算呢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拿两个字母串做这样一个比较 是不是大于B 首先这个代码它会报错吗 我们看一下 它不会报错 它得到的是Force 好,那么这个怎么理解呢 两个字母还有大小吗 那么这里呢 其实它比较的是什么 它比较的是这两个字母的一个ask码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 A和B的ask码分别是多少 我们之前介绍过的这个ord函数 好,我们先看一下A 97对不对 好,再看一下B 多少,98 那么你说97和98它们能比较吗 那么啊 而且那97它是不会大于98的 所以说得到的结果是Force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比较 ABC是否小于ABD 好,大家猜一下它的这个运算 它的这样一个结果是多少 它肯定会得到一个True和Force 那么是True还是Force呢 答案应该是True 好,那这个我们又应该如何理解呢 还是以ask码的方式来理解 我们看一下ABC 它会报错 好,那么我说一下 当一个字符串里面有多个元素的时候 它的这样一个比较规则又是什么呢 好,那么对于上面的这个ABC和ABD 做这个关系预算的时候呢 Tyson会做以上的这样一个解析规则 它会把这两个字符串里面的每一个字母 拿出来单独做比较 比如说呢 首先呢 我会把第一个字符串的A拿出来 和第二个字符串的A做比较 好,A A是等于A的,对不对 所以说呢 现在呢 它无法判断是不是小于 好,所以说呢 A和A是比较不出来的 接着呢 来比较B和B B和B呢 A是小于D的 所以说呢 最终的结果呢 得到的是True C为什么小于D啊 这个运算规则呢 就是我们上面说的 这样的一个单独的字母的 ask码 叫啊 你可以看一下啊 99对不对 B呢 不出意外的话呢 它是100啊 好 所以说呢 最终的结果啊 这样得到的是True 好 我们呢 再打开一个新的I.2E啊 好 那么啊 我们再继续扩展一下 不只是呢 这个字符串呢 也可以做这个关系运算 我们之前所学到过的这个列表啊 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关系运算啊 上面这个代码的运行结果呢 将是True 为什么 还是我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比较规则 先比较两个列表 第一个元素 一个是1 一个是2啊 得到结果了之后呢 马上 它就能够判断出这样的一个结果了 所以说呢 它是True啊 好 那么列表可以比较 我们再看一下 圆组可以比较吗 验证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 没有问题啊 也可以做比较 因为呢 第一个元素相当 但是第二个元素呢 而且想三个 好 那么通过以上的事例呢 大家呢 一定要明白啊 这个编程语言里面的关系运算 或者是简单一点说呢 比较大小啊 绝对不仅仅呢 是限于这样的一个数字之间的比较 像我们学习的制度券 还有这个人组列表呢 等等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类型呢 都是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比较啊 关于其他这些类型呢 这里呢 我就不再一一的举例了 大家下去了之后呢 可以分别的把我们字典呢 还有我们的集合 都可以拿出来比较一下 还是我所说的 大家学习这个Python呢 完全没有必要去使用 因为哪些类型可以比较 哪些不能比较啊 当你遇到这些问题 你脑子里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呢 很简单 打开我们的IDLE 简单的写一段测试代码 然后呢 你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了 这个呢 是我推荐的一个实际的编码 或者说呢 是一个学习的方式啊 自己动手做一下 我们Python啊 相对于其他很多语言来说呢 它的这个运行一小段代码的这个成本呢 是非常低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只需要打开这个IDLE就可以了 所以说呢 要好好地利用Python这样的一个优势 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